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2月18日礼拜五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大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大消息 一名在伊丽莎白医院工作的护士 向媒体爆料 就说目前急症室的情况是非常严峻 一名的医护人员要照顾100名的病患 另外有些同事是情绪崩溃 哭着这样做事 第二大消息 在昨天医管局放宽了社区隔离设施的出院准则 其中在家已经等候了14天的患者 如果是验出阴性的话 也可以自由离开家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情况是怎样 一名在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的护士 就向独媒爆料 说近日急症室平均一位医护人员 就需要照顾60到90名的患者 在夜晚高峰期的时候 一个医护人员更加是要照顾100名的病人 他就说未有新冠疫症之前 急症室的情况已经是很痴线的了 本来都已经做到就死 现在呢 直接就不是地狱这么简单 他就形容 情况是非常凄惨 前所未见 不少的同事都情绪崩溃 有同事更加是哭着这样开工 也都有不少的同事 在休息期间或者在下班之后 躲在厕所那树下 他自己日前也是忍不住 下班之后躲在厕所那树下 这名护士就说 在今个星期 有一名中招的长期病患者 在急症室等候转到内科病房看医生期间 突然就心跳停顿 经抢救后是无效死亡的 这位护士就说 医护人员最辛苦的 就是感到无力和绝望 现在有病人在他面前情况变差 但是可惜 就无法上病房 因为都没有了隔离病房的床位了 由于大量的中招者求医 这名护士就说 已经无法照顾其他病人 例如就是没有时间 派药给长期病患者 他就感叹了 这些病患去到医院就是想看病 还是月体就月病 他已经是分不了了 而急症室的人手不够 护士就说 急症室分流站已经超出负荷了 一个小时 就要为大约60名病人进行分流 即是说 护士平均需要在一分钟之内 查问病人的身体情况 看看病历的记录 病人的报告 和量血压 护士就说 所有的医护人员 即使尽力都好 都没可能做到足 更容易出现判断错误的问题 多间医院在日前 就设立了户外分流区 这名护士就说 滞留在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的中招者 就会被分到四个地方 包括走廊 用白色木板围成的木板房 户外的帐篷 玻璃房 以及观察病房等 护士就说 观察病房的情况是最恐怖的 一名护士 以及四名助理 需要照顾大约80名众招人士 这个护士就说 由于观察病房属属于密闭空间 又没有窗户 而且欠缺附压设施和洗手间 中招病人不能使用公共洗手间 只能在房中使用臥床病人的便盘 由于人手不足 助理又未能及时清理便盘 卫生情况令人担忧 一打开门就闻到糞便的味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中招 连同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 使得有很多医护都未能上班 但同时病人就越来越多 好了 有一位护士就说 他的工作崗位 没办法找到其他人手替袋 只能暂时圆空 他就希望尽快康复 返回崗位工作 也希望医管局 调派更多非紧急服务的人手 支援急证室 其实这些惨况 真是人间悲剧 究竟是天灾亦或是人禍呢? 当初为什么医管局的经理 还可以走出来跟市民说 有事的时候 中招也好 初步阳性也好 就要搭的士去急证室呢? 这是两个星期之前所说的 那时候医管局高层 还未能够预见到今天发生的情况 当时已经有很多专家说了 香港是会出现几何式的上升 会爆发的 那时候所发布的指令 就很应该顾及到今天有机会出现的情况 你那时候还未见到这样的事情? 那你那些人是不是私围素餐? 是不是白斗人工? 那时候都未见到 好了 现在有部分市民 由于听了那时候的指引 再加上一直以来 大家的心态就是 中招一定去医院见医生 所以就造成现在这样的惨况 是不是有些人需要问责呢? 不单止是林郑一个人 根本上整个政府上上下下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无事无干的时候 就白斗人工,欢天起地 到出事的时候 就一只二只呼天抢地 完全是帮不了市民的 反而令局势更加和 如果你不懂的 不如参考一下外国的情况 是不是? 比如说现在这么多人 原来是去到急证室才分流的 至少来说分流的程序 是不是一定要在医院做呢? 我们参考一下 究竟英国的NHS是怎样做的 人家在今个月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版本的指引 就是给那些 尚未住院 并且将会进行居家隔离的 疑似新冠患者来看的 他第一项就已经说到 如果国下可能患有新冠 此时就无需住院 但是自我隔离就很重要 如果病情恶化 就需要遵循指引 并且尽快求医 在检测结果显示 未感染之前 就应该假设自己是患有了新冠病毒 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的 就必须要自我隔离 对于那些在家隔离的人士 有义工是可以提供到 送递食物或者是药品的帮助 这件事呢 英国就做得好很多了 在家隔离的人 起码来说他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找到义工来送药送食物 就不像现在香港那样 拿手不成势 那些市民要打几十个电话 可能还未获得到必要的帮助 反而就是听电话的那些人员 互相来到去卸责 这个部门又说不关他事 又找另一个部门 打到去的时候 又说不关他事 又叫你找回另一个部门 总之呢 就一只二只肤险失责 最终可能那个市民 都要找回他的朋友 或者亲戚来到他帮忙 大有人在 报纸每天都有这样买 好了 英国原来是可以找义工帮得到手的 好了 到底 何时来到说要去尋求医疗意见 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病症 就需要尽快联络 111 其实就是一个热线来做咨询 如果是感觉到无法呼吸或者呼吸困难 严重的肌肉酸痛或者疲劳 抖动或者打箭 又或者是使用这个脈搏血氧疑的时候 毒素显示血氧水平为94%或93% 又或者是感觉到身体出现问题 比如全身乏力 极度疲倦 食欲不振 小便比平时少很多 无法照顾自己等等 就要联络111 好了 如果是急症又怎样呢 就要在一个钟头之内 去到就近的急症室 或者打999 要什么情况是要这样做呢 例如 在静止不动的状态下 呼吸困难 无法讲出简短的句子 呼吸情况突然变差 或者血氧水平是92%或更低 这些就要打999 人家就有个很清晰的指引 大家听到了 哪些时间打111 哪些时间打999 要去急症室 人家很清晰安排了分门别类 是不是 就不像香港那样 你要告诉市民 这些就是真正的指引 什么需要做什么 你不只是说轻症或者无症状 这是很笼统的定义 可能有些人觉得 小小事情都是很严重的 那你就要有些指引 你写出来给人看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喂 有些人他很蛇鬼的 是不是 他打个黑痴 他都说自己严重的 所以要去求产的 那你就要公布这些指引出来 告诉市民 是不是 为什么人家英国做得到呢 香港做不到呢 这些东西这么难写吗 喂 如果不懂的 你就请教一下外边的专家 我又不相信香港是没有足够的人才 拥有医护专业知识 来去写这些指引 各处 各处 这是英国的做法 香港可能就不同 那你就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 写一些指引出来 告诉市民 应该怎么做 人家也有写到 这个新冠病毒有轻微病症 哪些呢 比如说体温较高 比如说触摸这个胸部或者背部感到很热 使用温度计 毒素就显示 摄氏38度或者更高 还有咳嗽 肌肉酸痛或疲劳 轻微的胸痛 头云或头痛 丧失微觉或臭觉 辐射及呕吐 还有皮疹等等 这些就是轻微的症状 人家全部扯出来 那就很清晰了 那些人看到哪些轻微 哪些唯一严重 如果他感觉到不适的 需要求助的 就会有电话去打 就比香港现在这样 乱闹的 你那些所谓医管局的高层 离乱了 两个星期之前 还叫人有理无理 就去急证实 你浪费时间 浪费资源 一早就说了 如果你真的要协助那些轻症的病人 很简单 开多些发热门诊 提供多些求疹的名额 大家市民就好做了 是不是 他要医生子的 或者他需要真的去求助 要拿药 那就去那些发热门诊 求助 求医 不需要一窩蜂 涌去急症室 是不是 急症室就是医急症的 现在变成了 这么多人涌去急症室 令到部分 可能真的需要急救的病人 就麻烦了 你有没有这么多人手去处理呢 一群高官 高层 全部不需要在医院里面 帮忙照顾病人 他不可以制定那些东西 都可以 因为他不需要承受 他所制定的错误政策 或者措施 所带来的恶果 到最后承受的 就是那些前线的医护人员 做到别人的压力大到不得了 要躲起来哭 根本上是多么严重的压力 同时也要向医护人员致敬 因为长期来说 这个医疗系统资源不足的问题 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得不到政府当局的重视 其他范畴不断地花钱 花很多冤枉钱都可以 叫他多建几间医院 增加多些的床位 一只二只就像切他肤肉那样痛 全部都不去做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 就是医护人员的人手 长期都是短缺的 再加上特区政府 又不珍惜人才 动一些又说要打压谁 又说要抽请谁的时候 搞到有部分人心灰意冷 这个医管局的主席范洪凌自己也承认 就说移民潮的确实是使得医护流失的其中一个因素 有些人做得都心灰意冷 摸心摸命地在公立医院那里做 做完之后还要被你刺 还要被你清算 那就走咯 走人咯 不做咯 这个就是另一个原因 近因就是你整班特区政府废官容官 无能 呼险失责 这个资讯又混乱 没有做好一个沟通的工作 又没有一些合理的应变计划推出来 说得出就说 两个星期之前还叫中招那些患者 打的士去急诊室看证 看什么才行 是不是呀 你那时候就很应该开定那些发热门诊 那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惨况 是不是呀 一会又赖那些老人院 把那些中招的人士扔去急诊室 又说别人不肯接收那些患者 怎么接收啊 是不是呀 你只能引致到其他未中招那些 那些就扔了 那时候啊 两个星期之前啊 都未曾爆得那么厉害的 一早就应该要密释定一些合释的地方 来到安置那些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人士 那时候你不知道老人院是一个高危的地方 整班官在那里干什么呀 哈 就是日日就在那里干斗人工的 好了 昨天医管局就放宽了社区隔离设施的出院准则了 如果感染者是没有跟高风险人士同住 验出阳性起计7天之后 如果快速测试是阴性的 又没有病症的 就可以回家了 不过就要在家里逗留 去到第14天再做检测 验出阴性就可以自由离开家 如果患者家里有高风险人士同住 那就麻烦他要在社区隔离设施 留到第14天 抗原测试阴性 就才可以离开 其实这是好事来的 好那些要赞的 我不是只是百坛齋主 这根本是好事 如果他七天之后 在隔离设施那里都已经阴性了 他还有什么必要在那里押住的位置呢? 对不对? 那你就任由他回家隔离了 这些是好事 好事来的 终于懂得应变了 不要在那里起火神山又什么 远水不能够近火 好了 接着呢 现在原来还有大批阳性 或者初步阳性的患者 一直都在家里等候 那怎么办呢?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就说 正筹备为这批患者 提供电子手环和抗疫物支包 包括健康手冊 监测身体状况的医疗器材 快速测试套装等等 等他们在家里定期回报身体状况 如果他在家里等到14天 都未能够送院或者送去隔离检疫设施 而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就可以被视为不再有传播风险 无需送去社区隔离设施 并且可以自由离开家里了 好事 但是你仍然配套不足 你弄个电子手环给他把乱 抗疫物支包 对 也算了 免得批评他 你还要给他什么 给食物 有些人是一家几口在家里困兽斗 中了一招 不用吃吗 是不是 是不是要给食物他 如果他要弱的 是不是要给他弱的 这些就是配套 不只是给你说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食物有没有 可能他有没有说 当我骂错 但是你也要提供 你还告诉市民 让他不要担心 好了 记者问他 喂 是不是变相实施家居治疗呢 徐德义就说 这个不是家居治疗来的 只是为等候入院的人安排而已 这样 至于在家里的患者是怎么做检测呢 徐德义就说 方案细节容后公布 不要紧了 总之 你又不要使得那些人不断折腾 不是拿迷都说要入院的 不要紧了 你什么名义都不要紧了 家居隔离 外国都在做的 不要紧了 我一直都说家居隔离是好东西 起码你不要整天这么多人 动一些 又打爆了那些隔离检疫的设施 比如说老人院那些长者 喂 他经过医生诊断之后 发现他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 可以安排他的隔离检疫设施 比如说舒适一点的 会展等等 那就等那些人去 一般人的 他就在家居隔离 那就解决了 问题是 在爆发之前 就只懂得小事化大 说到多严重 到爆煲的时候 又走去大事化小了 喂 你根本上来到说 由头到尾 将整个事实反映出来 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 那就最好了 不要在那里操弄 那些手段 现在又跟市民说 包括你这个袁国勇教授 又说原来轻症和无症状的 在家里多些休息 喝多些水 吃Panidot 就好得了 为什么当初你不说呢 是不是 一直说说说说 说了两年不知什么的说话 到最后才自己说回 这些应讲的东西 那已经是迟了 不过迟讲总比不讲 好啊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